抓捷户店有惊艺 人妻说 罗豹是沾到的 新竹新一名34岁徐姓人妻 与康姓男同事不伦 去年8月 人妻带小王到弟弟家黑秀 老公得知赶去抓捷 在门外听到妻子的声音 气得撞开横纹 发现了人一丝不挂 就拿出手机要搜证 遭到请罗 他看到妻子的手机 拿起来想报警 又被阻挡 小王趁烂逃走 他拉妻子头发拖往车上去眼伤 但被拒绝 只好报警 警察在厕所找到 沾有提议的卫生纸及护垫 妻子变称是裸睡暴暴时沾到 而小王也公称 两人只有睡在一起 没有黑秀 由于人籍内裤上的护垫 检测出了精益反应 且双方都有受伤 昨天解放以防赖家庭 毁损伤害 即强制罪嫌 起诉人籍及小王 而老公因侵入住宅 强制罪嫌 也招起诉 窦西文两败俱伤 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